弟兄姊妹 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皇族的系列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权柄和责任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 请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我们再读一次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这是我们上帝做事的原则 皇族的呼召同时带着权柄和责任 耶稣说得很清楚 他多给谁就会向神多托谁多要 多托谁就会向谁多取 这是神赏罚的原则 马太二十五章讲了一段话 耶稣说有一个人他要往远方去 就把他的仆人叫来 一个给五千 一个给两千 一个给一千 十六节那领五千的来 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多少 五千 另外领两千的也照样另外赚了两千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五千的要赚回五千 他的责任是五千 两千的要赚回两千 他的责任是两千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权柄跟责任永远是一个同版的两面 缺一不可 我们必须同时了解我们皇族的呼召的这两个层面 我们看这一节两节 我们一起来读很熟悉的经文 请 耶稣尽情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帝已经将他对世界的权柄 交给了教会 交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同时也有责任使用这个权柄来成就上帝的心意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万民 英文叫做all nations 很清楚地指的是各国各族各民 克里斯牧师也是君尊皇族这本书的作者 他说 虽然耶稣说要使万民都做主门徒 但大部分的教会 却将我们的呼召减低为 只是在训练教会内的门徒 他说我们读圣经跟解释圣经的方法 很多都受奴仆心态所影响 他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自觉渺小无能的时候 我们就会稀释神的话语 把它减低到我们软弱的光景 所能成就的地步 这样我们才不会因为达不到 而有心理负担 或是良心不安 我们常常降低神话的标准 来贿赂我们的良心 因此当我们要转化成蜀天皇族的时候 我们必须重新检视圣经 以皇族的眼光来看圣经 我们再看马太二十八章这里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训练教会内的信徒 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把大使命减低为只是训练教会内的信徒 那就是完全错解神的话 神说的是去使万民 使世界各国各族各民 神给我们的责任是从耶路撒冷 一直到地极 我要表达的是 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有责任 基督徒对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有责任 下面我们要分两点来谈这个主题 第一我们要看基督徒的责任感 跟我说一次 基督徒的责任感 神呼召我们成为世界问题的答案 而不是逃避问题 而许多在教会里的人 人就是奴仆的心态 自觉无力 所以我们经常自身于世界的挑战跟困难之外 甚至教会会发展出一些教义 让基督徒不用为社会上发生的任何错误 或邪恶的事情负责任 教会有一种解释 把天灾解释为神的审判 而既然是神的审判 所以信徒不应该 也不必要做什么 可是我们从圣经可以看见 神呼召我们 是要成为世界问题的答案 而不是逃避问题 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有责任 我们看提摩太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能恳求 祷告代求助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尽全端正平安 无事度日 保罗这里劝我们 他说第一个祷告的对象是谁 第一个祷告的要为世界祷告 为君王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为世界祷告呢 因为祷告会改变君王 祷告会改变市长 校长 家长 祷告会改变国家 社区 公司 学校 家庭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责任 起码基督徒要借着祷告 守望这个世界 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有一个大好处 就是当在上掌权 在上位的人改变了 你就能够尽全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而主导文更强调了这一点 我们一起读这两节圣经 请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实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请你仔细地看 这个主导文是耶稣唯一教导的导文 而在这里我们第一件事 所看见的就是 上帝有一个很强烈的感情 上帝有一个计划 上帝有一个意愿 就是要看见神天国降临 神要在地上实行祂的旨意 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 神要使得在地如在天 这是神的计划 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 上帝不是要放弃这个世界 上帝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 而是要恢复这个世界的美好跟美丽 所以基督徒 我们不是只是等候将来一个未来 美好的新天新地 而神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活着 上帝要我们为这个世界守望 因此基督徒在这地上 天国能够降临 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 所以凡事和神的国 跟神的旨意不相合的 比如不公义 不人道 虐待 欺压 贫穷 疾病 家庭破碎失能 基督徒都有责任来减低它 来改变它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在世上作炎作光 来改变这个世界 为什么基督徒耶稣说 你要在世上作炎作光 因为神爱这个世界 神要看见这个世界改变 神要这个世界变得美好 上帝希望 这个世界在地如在天 主导文中用了一个我们的 这个我们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呢 是你们一家四口呢 还是包括我们整个城市 当我们知道 台湾成了全世界最大偶像的输出国 美国的偶像 是台湾人去盖的 纽西兰 澳洲的偶像 是台湾人去盖的 甚至大陆 海南岛 要盖一个 大概是全世界最大的佛像 是台湾人去盖的 更有一些团体 正积极地在非洲 在中南美洲 透过慈善 不断地建立佛教道场 亚伦蒙召 是要使万国得福 而台湾相反的 却是把咒诅灭亡 带到世界 这样台湾整的蒙神赐福呢 台湾经济越发达越繁荣 输出偶像就越多 上帝怎能够赐福台湾经济呢 基督徒啊 这不是他们的问题 是我们的责任 而我们临近的国家 韩国 台湾的一两万宣教士 在全世界各地宣教 传福音建立教会 如果你是上帝 你是要赐福 在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的韩国 还是要赐福 在世界各地输出偶像的台湾 这是我们台湾基督徒的责任 当我们读新闻 台湾有最低的生育率 也有最高的离婚率 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小组 他们大部分都是刚信主 没多久 这个小组才十几个人 才十几个人 那么十来个人 十个来个人就有六个是离过婚的 其中有一个弟兄不到三十岁 已经离过两次婚了 这样台湾的家庭怎么会有幸福 看到这样 年轻人更不敢结婚 以前我们笑对岸有黑心食品 现在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们跟对岸一样 他们有黑心食品 我们有有毒食品 不晓得黑心跟有毒 哪一个比较严重 读到这些新闻 我们有什么感觉 这些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问题 还是我们不认为这是我们的问题 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 克里斯牧师说 我们一起来读 来 如果我们要看见天堂 介入我们的城市 我们一定要关心这些问题 是的 六子 如果我们要看到天国降临台湾 我们不是只是关在这礼拜堂的里面 唱唱我们很愉快的歌 蛮兴奋的拍拍掌 我们要盼望神的执行在这里 我们看到这块土地改变 我们一定要关心这些问题 基督徒除了我们做一个比较善良 里面有爱的 我们另外有责任 上帝托付我们 我们要守望这个世界 而当我们开始 将自己跟城市的未来的命运绑在一起 把城市国家视为我们的责任 弟兄姊妹 基督徒啊 我们要翻转 我们不管别人怎么看这块土地 不管别人对这块土地 这个国家有多少的问题 但是弟兄姊妹 神的儿女 我们要起来拥抱这块土地 我们要拥抱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 跟城市和国家 未来的命运连在一起 我们要对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对我们的国家有责任 我们的祷告 就会开始改变 这块土地的属灵气氛 将天国带到这地上来 这是第一个 我们讲到基督徒的责任感 第二 我们要讲到基督徒的正义感 弥加书说 世人啊 耶和华一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神到底向我们要什么呢 他说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很清楚的 神要基督徒有正义感 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一章十七节 我们大声地来读 请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人 给孤儿申冤 为寡妇便去 看见 上帝要基督徒在世界伸张正义 要解救受欺压的 给孤儿申冤 为寡妇便去 克里斯牧师说 皇祖儿女 他从灵魂深处 有着强烈的正义感 在看见不公义时 必然述住行动 皇祖的儿女 有着强烈的正义感 是的 基督徒不只是一群温训 坐在教堂里 规规矩矩乖的良善的好人 是的 基督徒是成为一个良善好人 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一面 有羔羊的形象 他是最温柔的羔羊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是犹大的食子 是的 基督徒我们里面因为有神的爱 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善良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基督徒也是拥有上帝的权能 拥有上帝所托付我们的 基督徒 皇祖的儿女 有强烈的正义感 所以毕童强生牧师说 从一个人之所悟 就可以看出他之所爱 神爱他的儿女 他是忌邪的神 所以神恨恶任何不公义 违反爱的东西 所以一个神的儿女 有皇族心肠的人 必然恨恶不公义 内心深切渴望 能够消除不公义 摩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后来摩西长大 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 看他们的重担 见一个埃及人 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他左右观看 见没有人 就把埃及人打死 埋在沙土里 摩西他是长在宫中的王子 可是他一直都知道 自己是个希伯来人 他看着埃及人 奴役以色列人 逼迫他们做苦工 看着他的同胞 天天被压迫 有一天呢 摩西看到一个埃及人 在打人 而且把那个人打得 鼻青脸肿 鲜血事件 而那个被打的人 是他的同胞 一个希伯来人 一个被奴役许久的 希伯来人 到了这一刻 摩西再也不能忍受 摩西说太过分了 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他就走出去 要保护他的同胞 就杀了那个埃及人 我相信圣经不是鼓励我们 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可是表达了摩西里面 对不公义被欺压着的 一种的愤怒 摩西 为什么要为他的兄弟 伸张正义 为什么不在王宫中 享受他的日子 生活舒舒服服的人 为什么要搅扰自己的安乐 他要站起来 为受虐可怜人 伸张正义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对 错 但皇族儿女在灵魂深处 有着强烈的正义感 所以在看见不公义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诉诸行动 所以当摩西看见兄弟被虐待 他没有办法不站出来 伸张正义 君王的儿女 一定会站出来 改变不公义 摧毁邪恶 他要看见神的爱 公义 在世上得以伸张 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一个卡通片 叫做大力水手 他有个女朋友叫做奥利维 这个奥利维美的可以叫交通打劫 只要他走过 男生都会猛吹口哨 而每当有人或事情威胁到奥利维的时候 这个普派一开始还会轻松一对 可是当事情越来越严重 他深爱的奥利维遇到危险的时候 普派的血压就会开始上升 心跳加速 愤怒指数 指数飙高 然后他会说出那一句 让人热血沸腾的话 从英文直接的翻译就是 我只能忍耐到此 我忍无可忍 然后他就会怎么样 打开一罐菠菜 对不对 然后就吃了那个菠菜 就有一股神力 这个时候 什么也挡不住他 他会把对手彻底打垮 救回他心爱的奥利维 我们都很喜欢看这样的卡通 而那句话 我只能忍耐到此 我忍无可忍 对每一位神的儿女 君尊皇族 实在意义深远 当摩西再也不能容忍 希伯来人被欺压 忍无可忍的时候 他就体身而出 弟兄姊妹 你不能容忍什么吗 是什么让你忍无可忍 什么让你义愤天鹰 什么让你失望 心中炉火焚烧 而不得不有所行动 这是神在呼召你 海波斯布什把他称为 你的神圣不满足感 我们说一次来 你的神圣不满足感 有什么在你心中 有什么是 你的神圣不满足感 大卫来到战场 探视他的哥哥们 听到有一个巨人 格利亚出来天天挑战 天天咒诅以色列人的神 到大卫听着那个巨人 咒诅他所爱的神 看着周围人说 有谁要挺身出来吗 大家都说不行啊 他是九尺高的巨人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不能 可是大卫他忍无可忍 接着他就冲出去 拿出他的甩石鸡旋跟五颗石头 神看到那个单纯 无法抑制的热忱 感受到大卫心中 为神的名配羞辱的愤怒 上帝说 我会让那个石头像飞弹一样 郑重目标击倒巨人 旧约尼西米 在外邦的君王当中 担任要职 他听到来自耶路撒冷的消息 城墙被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百姓遭大难受凌辱 更糟糕的 邻国都在吃下他们 他们嘲讽以色列的神 是如此无能 不能保护他的百姓 不能招聚他的百姓 一起来建造 尼西米想了又想 他哭了 他想到他的神 竟然成了外邦人的笑柄 他普派的时刻来到了 他说 我只能够忍耐到此 我忍无可忍 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 去见王座 我要请假 我要回去建城墙 结果 他就成就了圣经中 最伟大的工程建筑之一 52天 就完成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什么让大卫挺身而出 什么让尼西米感冒生命危险 是他们的里面 神圣的不满足感 看到了真无可忍的事 48年前 当我来到市里 我过去我的生活圈都在大岸区 我所亲历的教会 他们都是兴盛繁荣的教会 在兴盛南路那一条路上 人家都要到天堂街 因为台北大的教会都在那里 台北灵量堂在那边 怀恩堂在那边 真理堂在那边 连天主教圣家堂也是很大的一个教会 在那里真道教会 所以在我的印象 我感觉到教会是复兴的 教会都是很兴旺的 都是有力量的 所以当我来到士林 我对这里完全没有概念 我就来这里看看 这里环境 我来找找这边的教会 18年前不是现在这样 士林当时教会 每一周地 我说奇怪 教会怎么都在这种地方 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小教会没有价值 可是当时候我真是有个感觉 当时教会 他们都是在公寓的三楼 然后晚上出去看 我去找看 那个十字架 我说也不用那么节省 那个灯怎么点得那么暗 那个十字架都快要看不见了 然后你一看就是 那个十字架不是土红色的吗 那个漆 都好像要掉了一样很旧 我说上帝 这样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 我们的神拥有一切的丰富 教会却是这个样子 连一把电池都不敢 这怎么会是伟大丰富的上帝呢 我感受到士林人对教会的藐视 士林人根本不在乎教会 看不起教会 没有人问过教会的意见 没有人在乎教会 教会如果消失了 士林的人也不会有任何意见 里面有一个渴望上帝 里面神要神 让他们建立一个地标的教会 其实没有什么 我只有一个渴望 神啊你的名要在这里被尊重 这里的百姓要看到你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目标 万人教会千间分堂 为什么要改这么大的教会 不是我们想要大 而是上帝你的名要在这地被人尊重 为什么要千间教会 很简单嘛 7-11那么多 所以他很厉害啊 他说哪一个涨价 那个就涨价了 咖啡多一块 明天你每一个人喝咖啡都多一块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有千间分堂 联合其他的台湾的教会 明天台湾教会 大家一起吃香蕉 将香蕉马上涨价两块钱 政府以后 如果有农产品滞销的问题 不是去开什么会 而是来教会拜托 教会明天能不能大家都吃高丽菜 高丽菜滞销马上问题解决 教会要成为世界问题的答案 教会要成为国家的祝福 所以你知道教会 我们最近开始更多跟政府连结 我们去跟市长 我们跟总统几次的会面 政府很怕人去找他 为什么 大部分去找他都是要跟他要东西的 要资源要钱 我们去跟政府讲 跟市长讲 跟总统讲 我们教会不需要 不要政府的钱 我们来是要为政府 你要我们为你们做什么 我们可以为国家做什么 让他们求助恩待 让我们起来 要看见神的国降临在这里 让教会神的名在这里被遵从 弟兄姊妹 什么是让你忍无可忍 50年代金恩博士 他无法忍受美国的种族歧视 他忍无可忍 饮水机 厕所 餐厅门口贴着白人专用的标语 他忍无可忍 黑人只能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 坐在教室的最后面 工作机会 居住品质都不好 最后他心中神圣的不满足激动他 让他别无选择 甚至付上了生命代价 可是因为他改变了黑人的命运 千万黑人的命运 今天欧巴马应该非常感谢他 世界展望会 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慈善机构 他的创办人之一是一个商人 有一次他到远东旅游 看到孩子在烈日下排很长的队伍 在等来发放食物 可是因为太阳实在太强烈 而队伍排得太长 等候的时间太长 所以很多的孩子都给太阳晒昏了 甚至有些晒到昏倒就死了 这位商人 他很想要知道 为什么要让这些孩子排这么久的队伍 后来才知道 原来前面根本没有食物 食物不够发放 这个让他心碎了 回到洛杉矶 他就找了一些商场伙伴 他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前面有食物 他说怎么可以让一个孩子排队排到死都还没有拿到食物 他说这件事不可以这个样子 一定要让前面有食物 这就成了展望会的异象 今天世界展望会 每一天喂养了数上百万的人 就从一个基督徒商人开始 改变了百万儿童的秘密 而这位商人 他也可以像很多人一样 看到这情形 这些人好可怜 然后就走了 继续他的旅游 继续吃他的美食 他也可以回到美国 继续过他美好优雅的生活 他是一个基督徒商人 他也可以继续每一个礼拜 继续在他的教会 唱很快乐的歌 敬拜赞美神 宣告上帝爱世人 他也可以继续做他的基督徒 等候有一天上天堂 可是他回应了里面的护照 他回应了上帝放在里面的 那个托付 他认为这是不公义的事情 他里面皇族的心勇气 上帝爱人的心肠勇气 因着他回应上帝的护照 改变了千万人 百万人的命运 基督徒啊 你我的存在 就是要祝福人 改变人的命运 这是神的托付我们的责任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正义感 所以我再问一次 有什么让你忍无可忍 这些不公义的事 看到贫苦贫穷 你的心碎吗 面对台湾这么多弱势家庭的孩子 如果没有人照顾他们 再大一些 他们就会成为行为偏差青少年 再大一些 他们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他们一生的命运都是黑暗悲惨 而我们的社会 要为这些人付出更大的成本 在我们教会的客服班 我真的看到 好多的孩子 其实都是好孩子 这是因为他们生在 一个不健康失能的家庭 这是因为他们生在一个不好的家庭 一个孩子就变成了一个样子 我们有一个孩子来到我们当中 你知道就是一个很怪 就是很怪 他每次来到 我们的一张张桌子好的 他一定要把他的桌脚拆下来 拆两根脚 他不是拆四根脚 他只拆前面两根脚 然后两根还留着 然后呢 另外两根脚 那桌子怎么站着 用他两个腿做他两只脚 他就喜欢这样 每一次来他一定要拆两个脚 老师说你不要拆桌子 但是他一定要拆那个桌子 放着 舒服吗 不舒服 他就是要这样 一个很怪异的 行为怪异 你不理人 然后不友善 但是在这里老师慢慢就认识他 为了了解他的背景 打电话到家里 家里电话是阿嬷 爸爸妈根本不在 阿嬷 阿嬷一打起电话 就一直骂这个小孩 来了一段时间 他小学毕业 然后我们这个老师 我们客服的老师 就穿得漂漂亮亮 要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然后等着 看这孩子去领毕业证书 等着都没有领到毕业证书 他说怎么会这样 这老师很生气 然后就完了 就去找他老师说 为什么他没有毕业证书 这个老师说 哇 他今天早上还跟人家打架 所以要扣留一个女孩子 所以要处罚他 扣着他的毕业证书 不给他 过几天再给他 哇 我们这个老师就去问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打架 谁都不能讲 就问他一个同学 你知道这个孩子 常常在班上 老师当着面前打他耳光 我相信 一定这个孩子很坏 一定这个孩子很 常常那个言行是让人很生气的 所以老师才会打他巴掌 可是你知道 难道一个孩子希望就变成这样 不是 这是因为他的家庭 他从来都被拒绝 他里面所表达出来 只是说我需要爱 我需要被关怀 我需要被解纳 可是他从来没有 他所人生的经验 都是被拒绝 被伤害 连阿嬷 讲他的都是说他不好 在学校也是不好 所以他不断地扭曲扭曲扭曲 越来越扭曲 越来越怪异 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伤害他的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人 怎么跟人相处 我想我们的老师 是他一辈子唯一一个 去参加他毕业典礼的人 唯一一个在乎他的人 家人都没有人来 而是我们都只要有老师去参加 阿嬷克森是唯一一个人 曾经为他 来伸张公益 为他讨公道 唯一一个人 他没有拿到毕业之中 会有一个大人站出来替他讲话的 我们能给他做 虽然有些 让这个孩子知道 孩子 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 有人在乎你 有人接纳你 有人看你是好孩子 所以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帮助他 让他去教 他六年级的 让他去教一年级的 陪着他 然后我们去年搬家 你知道这个孩子 成为我们老师最好的助手 因为他已经毕业 没有上学 不用上学 就来帮我们整理 所以你看到 不是孩子不好 是缺少了爱 需要有人让他知道 上帝爱他 让他知道有人在乎他 让他知道有人会保护他 他不需要跟人打架 他不需要为自己 他只是个孩子 如果没有人爱他 你想到这个孩子 这样的人长大 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昨天 我在青少年讲道的时候 大转生 我说这个暑假 把三个月奉献出来 陪这些孩子 我说你们这些孩子 都是太幸福 不但有父母爱你 你们有最好的学校读 有最优越 父母那么爱你们 给你们东补西补南补北补 然后暑假 那一二十万 让你们去游学 就澳洲去纽西兰 所以如果父母让你去 你高高兴兴去吧 回来之后就来客服办 就来陪这些孩子 让你的大孩子 三个月 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来 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 我们不是关起礼拜堂来 我们在这里当然很快乐 我们有最好的设备 我们有一切都很 但是这社会上还有很多 在痛苦边缘的人 他们没有爱 如果没有人爱他 他们一生都贫穷 他们一生都扭曲 他们只有越来越糟糕 所以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 支持参与教会 让我们有更多的物力人力 我们现在只做到小学 因为我们的空间有限 我们的物力有限 人最重要是人力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投入 我们只做到小学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 一直有护身 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国中 我们也盼望能够做 让我们一起来做 好让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人 这个社会就多一个 健康美丽的人 神的国就多一个 上帝的儿女 不但这些弱势的家庭孩子 我们看到受虐儿 癌滞病 最近的报纸 好几个报纸都有 青年十大死因 已经癌滞入榜 卫生署刚刚公布的 资料显示 近三年15到24岁 是癌滞病感染增加速度 最快的年龄层 而我们都知道 癌滞病的感染最大的原因 就是不当的同性恋的性行为 在这里报道里面讲到 癌滞病每一个月的费用 就需要两万一千块 如果年纪轻轻就感染 癌滞 一辈子的药费就要上千万 全部由政府买单 政府目前每一年 单式支付癌滞病的药费 就达到30亿 占疾病管自己预算的一半 已经造成国家经济沉重的负担 青少年 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受诱惑 加上同性恋团体 和其他一些团体 性解放的推波助澜 当然 年轻人会成为感染的癌滞 增加速度最快的年龄层 记得读 我们其个人对这个议题 在视若无睹 在网路上 有一个团体 正大肆地推动 所谓的多元家庭 并且他们要求连署到有一天 要推动它成为一个国家的法案 他们的目标 就要让这个多元家庭 变成国家的法案 而什么叫做多元家庭 就是异性婚姻家庭 他说家庭有很多种样子 异性婚姻家庭 同性恋家庭 再婚家庭 多夫多妻家庭 朋友组成互助家庭 没有婚约的同居家庭 分散两地候鸟家庭 等等等等 这是多么可怕的观念 不管男女 不管几个人 五个男的也可以 三个女的也可以 或两个男的 五个女的 或四个女的 三个男的都可以 反正是多夫多妻 反正是朋友 两地相聚 相利也可以 这看起来多自由啊 不用受什么 婚约要绑着 爱来就来 爱分就分嘛 多么自由 但骨子里 就是不愿意为生 没有忠贞 没有忠诚 这样的婚姻里面 没有忠贞 没有忠诚 没有为生 这样的婚姻 这样的关系 怎么会能有肯定 这样怎么会能有 长久幸福的婚姻 而这样的结果 一定是 照来性混乱 一定性病 爱滋病 一定大量快速增加 破碎的家庭 失能家庭 行为偏差儿童轻耗 一定大量快速增加 很简单的 如果这样的家庭 真的有了孩子 这个孩子是很可怜的 到底谁是他的爸爸 谁是他的妈妈 可能下个月就换了个爸爸 再下个月 可能又换了一个妈妈 这个孩子会发疯了 我们大人 可以有自由 自己喜欢做什么 甚至我也想要有孩子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 剥夺一个孩子健康 成长家庭的机会呢 孩子是无辜的 你让他身上在这里 不断地换不同的成员 这样是对孩子 是一个负责任的吗 我们都知道 任养孩子 要爱一个孩子 要花多少的时间 要付出多少的爱 在这个孩子身上 换来换去的父母 谁会关心他 谁会在乎他 这样的孩子 连我们只是 所谓的失能家庭 起码还是一个稳定的家庭 还有亲主的阿嬷 而这样都变成了 这样的怪异 而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出来 会变成什么样子 撒旦在毁灭我们 台湾要成为这样的国家吗 你的儿女要生长 在这样的环境吗 你的儿女要有这种多元家庭吗 如果有一天 这个法案真的成立了 有一天你的儿女说 我也要多元家庭 我要多夫多妻 你说怎么可以这样 人家政府都同意了 你反对什么 看到这些人 假借人权之名 公然倡导性解放性混乱 无悔败坏我们的社会 无悔败坏我们的孩子 毁灭我们的婚姻家庭 毁灭我们的下一代 要我们的孩子 从小学就强迫 教育他们混乱的性别认同 他们透过立法 要把这样的教材 放到我们的小学生的里面 强迫我们的孩子 在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要让他们开始一个 混乱性别的认同的教育 这是要毁掉我们的孩子 要教导我们的青少年 所以要探索我们的身体 多可怕 基督徒 对此 原谅我说 我们只能忍耐到此 我们已经忍无可忍 而这是教会的软弱 失能 功能不长 海博士听到 他从小长大的教会要出售 他开了三小时的车 回到他那个从小长大的教会 坐在挂着要出售牌子的教堂前 他说我的心都碎了 弟兄姊妹 当你看到教会 有很多的功能不长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你愿意起来为神的家做什么吗 你愿意起来堵住那个破口吗 还是你眼睁睁看着他 破败衰亡 到最后之后 For sale 出售 有没有人 你曾经跟祭奠问过相同的问题 世事记这里说 祭奠说主啊 耶和华路与我们同在 我们怎么会遭遇得到那么惨呢 我们列祖不是像我们说 耶和华临我们出埃及 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 祭奠躲在酒窍里打麦子 已经打得很不耐烦 他说我们列祖不是像我们说 耶和华把我们从埃及临上来 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 他想知道 以色列经历 过去有那么伟大的神迹 而如今却无能为力改变他们的现状 两者之间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他跟我们一样 他想要知道 为什么圣经所说的 跟我们实际经历的两者之间 有这么大的距离 皇族的心中 无法容忍如此大的差别 我们心灵深处 隐藏着一股热气 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有几千个人 当中有许多 上帝给你很大的智慧 你拥有很大的资源 你有很丰厚的人生历练 甚至神给你很大的财富 你愿不愿起来建立荣耀的教会 我们有没有人像大卫一样 他无法容忍外邦人 咒诅他所爱的神 有人像尼西米 无法容忍他的神 竟然成为外邦人的笑柄 有没有人像祭典 不能容许 圣经所说的 跟我们实际所经历的 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 让我们一起起来 建立荣耀的教会 好叫天国 能够借着教会 能够降临在这块土地上面 好让上帝的旨意 借着教会 能够行在这个地上 现在正是我们基督徒起来 领受我们产业的时候 我们必须脱离自满 我们不能自满于在 精彩的讲道 美好的音乐 感人的崇拜 我们的护照 是要看到黑暗的能力被摧毁 我们的护照是要让绝望的人 找到盼望 受伤的人得到医治 破碎的家庭得到恢复 我们的护照 是要让人找到生命 找到爱 找到盼望 让人再一次有开心的笑容 我们信息就要结束 最后再问 什么是你不能容忍 什么会激动你的心 上帝正在寻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指出 你的神圣不满足感 他会使你产生一个异象 让你充满能力 因为你要把一些不对的事情改正 你会把一个失败扭转为胜利 好吗